講一些就是在這次卡諾裡面的幾個重要的角色好不好 這支隊伍叫做嘉義農林 棒球隊那嘉義農林他就是顧名思義 他就是一個農校 農校 學農的學林的這樣子 那我們都知道嘉南平原 確實是帶給臺灣很大的那個農作量 對 但我們都不知道 其實在嘉南大鎮開通之前 嘉南平原的土地有一點點類似澎湖那樣子 他就是沒有水的時候就乾旱 大雨來的時候去淹水 靠近西邊的土地還有淹害 所以那個時候日本的那個 就派了那個八田雨衣先生 就是花了十年的功夫 建造這個嘉南大鎮 然後讓那個嘉南平原的農產量 就增加十倍以上 那為什麼會把八田雨衣 這個角色帶進來 其實就是因為他們是農校 孩子們是農校的 平常在學校上課 然後常常就會在那個農場 農 農園實習 然後平常練球的時候 也 雙腳也踏在土地上 其實就是把這個當時的農業風氣 就是跟這個棒球做一個結合 就是在地的紮 那個那個在地的感覺 抓緊土地的感覺 然後想到八田雨衣先生 就是他對於臺灣人而言 他他確實是那個年代的一個很重要的英雄 我講英雄 那像這樣的一個角色 其實我們花了很多的心思去考慮說 到底要找誰來飾演八田雨衣先生 那麼剛好就是那個大哲隆夫 他就是他們經濟公司知道說 我們要開拍這部電影 就是主動來接洽 然後我跟我跟魏監治 心裡也在盤算說 大哲隆夫先生對於臺灣人而言 是擁有那種正向的力量 人醫 人醫在我們臺灣是很有名 然後就就想想了一下 然後就覺得還蠻適合的 就就跟大哲隆夫先生就 他們那邊就結牆 然後他們就就一口答應 一口答應這樣子 然後這是大哲隆夫的部分 他是臺灣人熟悉的英雄 但是也有默默無名的英雄 什麼默默無名的英雄呢 就是我們這個棒球起源的隊伍 的教練叫做敬騰兵太郎 為什麼說他是默默無名的英雄呢 我剛剛講過 在那個年代族群其實還是 族群問題還是有的 但是這位教練 他打破族群的迷思 這件事情就夠偉大 選人才不選人種 只要你可以打得到球 接得到球可以回來得分 你就是英雄 所以他在他的他的教育理念是 我不管你是什麼族群的 我通通一樣 我該怎麼對待你通通一樣 然後呢 除了很嚴厲的訓練 孩子們的體態球技之外呢 他最重要的還磨練孩子們的一個心智 就是做任何事情打棒球 不要只有想著贏而已 你要想不能輸 那個意思就是不要放棄 所以這群孩子們是抱持一個不要放棄的精神 不同的族群共同攜手朝著一個美好的目標前進 這樣子 所以這個這兩個角色就是很幸運能夠找到大哲農夫來飾演八天瑜一 更幸運的是我們心目中第一人選的勇賴正銘先生 可以來飾演我們的敬騰冰太郎教練 其實剛剛導演已經有說過了 就是說就是如果以那個大哲農夫來比喻的話 是日本的劉德華 劉德華 對 但是永賴正銘先生的話 可能就是以日本的梁朝偉這樣子的地位 他的演技或是各方面都是非常的優秀 對 就是有總共有四位的日籍演員 就是不只啦 就是四位主要的日籍演員演出 那這次導演跟他們合作的狀況怎麼樣呢 像大哲農夫先生 其實我們合作的時間比較短 然後大概將近也一個禮拜這樣子 然後他給我的感覺在片長 就是永遠是微笑的一個大哥哥 然後我們都知道他在日本是非常大咖的 演技派偶像派的明星 但是私底下他卻是非常親切的一位 一位沒有價值的一位一位大哥哥 那跟他合作起來是非常愉快 另外我們還有一位叫做宜川東吳先生 他是飾演敬騰冰太陽教練的教練 佐藤教練 那這個這個宜川東吳先生是 是我個人私心 就是我之前看過他演過的一部歐洲電影 叫做刺蝟的優雅 然後他很特別他是日本演員 但是他是定居在英國 所以他拍的電影都是比較歐洲 歐風的那種 我就一想天開了 就跟我們的casting講說 如果找他來演可不可以呢 結果我們的casting就就寫了封信過去 沒想到他一口答應 我那個我是非常開心的 然後如果說大者奴夫是在現場是大哥哥的話 宜川東吳先生在現場就好像父親般的存在 他他拍片很辛苦 他就是廠長會 廠長會過來就是 哪怕是拍拍間什麼的 都會讓我覺得很溫暖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位是飾演靜騰兵太郎教練的妻子 他叫做班警甄稷小姐 那這個 我在當時在修劇本的時候 這個教練的老婆 妻子這件事情 我 我不知道我腦子裡的形象 一直一直覺得是魏監製的老婆 然後當然我們也是挑選 挑選很久 然後最後最後選擇了三 三位這樣子 然後我就讓 讓魏 魏導去選擇 因為我覺得他的眼光應該 因為我不知道 然後我沒想到 表現得非常棒 他有把那個當時日本時代的那個 那個那個時代的女性的那種氣質 那種那種樣貌 就是在戲裡面有一種 怎麼講 很棒的一個呈現 那現在最後就講到最重要的勇賴 正銘先生 我們在進入選角階段的時候 當然我們要先走 要先從故事的主人翁 進等兵太郎教練開始早起 他就是我們的第一個鎖定的目標 第一人選 那勇賴正銘先生 他是對他自己的工作是非常非常嚴謹 並且他非常尊重自己的工作 所以我們在在跟他交涉的過程好久 三 三個多月 最後他才答應把他的出道三十年的作品 然後交給我們電影卡諾 然後跟他相處起來 他是一位非常專業 並且非常敬業 到令我感動的演員 對 孩子們在小小的嘉義 在小小的嘉義農林學校 但是他們有大大的家男朋友 他們有大大的夢想 他們是豪邁的 不放棄的 朝著夢想前進 其實我也是